大家好,我是Dan 首次发表了立场文 并透露了这段时间以来的心情 6月13号,受爱者姐妹在透过一家公益机关公开的信件中表示 自20年前那件事件发生以来 每当电影或电视节目中出现当时的事件时 我们总是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被遗忘 但没想到有这么多的人关心我们 我们看到了大家的留言 非常感谢大家没有忘记我们 有这么多市民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 为我们愤怒担心 受爱者接着表示 有时候忧郁症发作得很严重 常常像疯了一样的哭泣 经常只是呆呆地躺着 但我们会努力克服 虽然彼此没见过面 但看到那些鼓励我们要坚强的留言和支持 我们感到了一丝力量 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只是暂时受到关注 很快就被遗忘 而对于最近爆料加害者的YouTuber们 受爱者表示 影片确实是在没有事件协商的情况下上传的 希望今后在YouTube上 不要在没有受害者同意和保护的情况下公开姓名 请避免任何指责受害者的行为 也希望不要因为错误的信息公开 而产生二次加害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总结一下就是 感谢爆料了加害者 也请关注那些进行二次加害的人 请不要指责受害者 并没有要求停止爆料加害者 也就是说 希望大家将重点放在加害者身上 而不是受害者 没有说不要解漏加害者 我们继续爆料吧 这不是你们的错 你们不需要低头 也不需要隐藏自己 要公开那些转学后 还去学校找人的加害者父母 他们这样做算是人吗 也要公开那些 进行二次加害的父母的个人信息 还长相 看到了吧 受害者希望这件事 不要只是短暂受关注 加害者们 你们完蛋了 受害者都已经发表了这样的声明 警察却要追捕YouTuber们 媒体们称YouTuber们在进行二次加害 那样是在保护加害者们 政府和国会对此不闻不问 处理这个事件的YouTuber们 请连加害者父母的个人信息也都公开吧 不要再关心加害者的人权了 哪个国家会遮掩犯罪者的脸 隐藏他们的身份 甚至给他们遗忘的权利呢 真是个落后的国家 目前韩国大部分的网友们都认为 因为受害者没有要求停止爆料 所以之后 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细节爆料出现的 所以 对于受害者首次的立场声明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